星期六清晨俄羅斯一艘貨運飛船與國際太空站完成對接 俄羅斯指揮中心說 進步號貨運飛船在當地時間星期四早上 在哈薩克斯坦的拜科羅爾航天中心發射升空 這艘運貨飛船向環繞地球運行的國際太空站上的六名人員 運送食水、燃料、糧食及科研設備 運送食水、燃料、糧食、燃料、糧食及科研設備